北農爆发群聚感染 北市府采暴力性处理 6月30号前五大批发市场 共1.3万人打完疫苗 而7月1号起大规模PCR裁减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表示 明明确诊人数每周逐步下降 但电视上政论节目看太多 会让人觉得地球好像要毁灭了 毕用每日防疫记者会前控党 台北市长柯文哲特别致赠 慰绕金给陆军第六军团 33化学兵群 关渡地区指挥部 宪兵第202指挥部 三军总医院 与台北市后备指挥部等单位 感谢他们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每天辛劳付出守护民众的健康 其实国军弟兄是我们最 可靠的一个伙伴 特别是在当时5月16号 我们要在万华紧急成立筛检站的时候 那三军总医院马上就来帮忙 荧幕上最常被看到的就是化学兵 因为在消毒的范围实在是太大 所以在这个特别现在已经进入夏天 要穿那个防护衣 那个听说我知道几十公斤重 药水 要喷那么大的区域 公布每天新增确诊案例 台北市疫情确实逐渐趋缓 相较于5月中疫情高峰 单周1217人 上周已经降到109人 柯文哲目标每周确诊数减半 四次循环就能清零 还反击政论节目看太多 让人觉得地球好像要毁灭 我们都没有使用那种强硬的公权力 来处理 结果大家还是蛮合作的 所以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的疫情是慢慢在趋缓 所以有时候每天看那个call in节目 有时候你们看太多 都觉得好像地球快要毁灭了 至于北农 环南市场群聚案例 北市府预计6月30日前 完成五大批发市场 共1.3万人打疫苗 7月1号 2号展开大规模PCR检测 之后再看疫苗到货情形 针对较高风险地区 优先进行第二轮施打 记者刘湘婷 台北采访不到 台北市宁夏夜市 从5月自主歇业以来 算一算已经50多天了 而不少参商业者直呼 生活陷入困难 最近看到国内疫情趋缓 自治会宣布从6月29号开始 恢复部分营业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希望先开放4分之1个摊位 维持外带不内用 再做后续观察 5月疫情爆发以来 宁夏夜市摊商自主歇业 已经50几天 随着本土案例下降 自治会宣布 6月29号开始恢复部分营业 每天采单双号摊位分流 加强消毒和维持距离 希望消费者回流 用得来速快速服务外带的模式 来服务消费者 在全场的头中尾将都有设置 我们的体温感测及酒精消毒的仪器 宁夏夜市共有180个摊商 初期只开放40摊 维持人流控管 台北市商圈率全国之先 宣布进行为解封 市长柯文哲态度保留 希望先开放4分之1 再做后续观察 至于疫情热气的南万华 还是得严格控管 我们授权各个自治会 你也不要说 我明天解放全部都开幕 我的建议是从4分之1开始开 南万华地区要管制 这叫申请制 要我们审核通过 他才可以开 还是要维持那个不准内容的规定 因为这个脱下口罩吃饭 群聚这是最危险的 经济部其实对于相关场所 他们都有一些检讨 那也会去做盘点 适不适合 整个防疫的措施 适不适合可以开放 地方政府带头宣布商圈解封 指挥中心回应 还是得依照中央定出统一标准 等到大家有共识才会为解封 目前还是维持外带不内用 避免群聚感染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新冠肺炎持续扩大 为了迅速找出这些疑似的阳性个案 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宣布开放居家快篩 不过消机会却接获多位民众的投诉 台湾居家快篩试剂售价大部分偏高 呼吁政府应该要借由公费供应 提供民众自主快篩 才能有效的消灭疫情 出门戴好口罩 量体温还不忘随时洗手 5月中疫情爆发以来 三级警戒也不断延后 但确诊者依然不断冒出来 为了发掘社区内可能病例 政府开放居家快篩 不过民众却反映 5款在通路上铺货的家用快篩剂 价格贵的可以 少量的病毒也可以检测出 那么抗原的检测的试剂 它的优点是检测的速度比较快 和核酸检测的试剂 它的准确度有到百分之九十七 不过这个试剂的价格偏高 诊所价是要一千六百元一剂 那通路价据调查是要一千八百九十元 消极会认为 目前快篩剂会如此昂贵的原因 就是政府没有提供免费或公费快篩服务 建议若是在各地广设快篩站 在普篩情形之下 民众就没有购买居家快篩剂的需求 消极会呼吁政府 应该要拿出去年管理口罩售价的魄力 正式快篩剂售价过高的现象 此外业者也应供提时间 在短期提供比照国际的合理价格销售 以实际行动鼓励民众防疫 找出更多无症状怀染源 记者谷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污水下水道维护十分不容易 台北市卫工处就结合卫生局 还有环保局进行联合机查 发现已经有七成的店家已经完成装设 也借此宣导业者定期清洁才能维持正常功能 降低污水下水道的阻塞几率 鼻藏走进后向打开盖子 这个金属盒子不是什么神秘的宝盒 而是餐饮业者都必须装设的油脂节流器 有了这个设备餐厅的污水就不会满是油脂 阻塞下水道 画面上这一张一张的照片都是污水下水道被含有油脂的污水冲刷 遗留下的油脂变成油块完全阻塞下水道 因此卫工处结合卫生局环保局进行联合机查 发现有七成的商家都已经装设完成 但维护方面仍稍显不足 一次两次的宣导 其实大部分的商家都会配合 所以我们的那个水质的那个合格率大概有八成左右都会合格 卫工处提醒 餐饮业者必须装设油脂节流器 才能把污水中的油脂分离 少数油脂可以直接交给环保局丢弃 至于一般的家庭 建议在冲洗碗盘前先用纸巾擦拭 才能够减少油脂直接排入管道 降低污染跟阻塞的几率 记得藤德华 财报报道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